IHS 美国高速公路撞击协会 首选苏巴路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像是比如说 王先生在开车 然后还有一个太太坐着 他的副驾驶坐 那万一一发生碰撞的时候 先生的安全没有问题了 那太太怎么办呢 很多人就是疏忽掉 这个副驾驶的安全程度 那当然就是在苏巴路的话 他的副驾驶保护 都是被IHS评价为最优秀的 所以就是说对我们 大部分的酷格他们 都是很重视到这个安全 你想想这个主驾驶副驾驶 一般就是先生和太太嘛 这哪里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他这个车的设计 听Jeffrey Deason就是 有些车辆呢 就是因为他 只是为了pass那个test 那他那个副驾驶那块 可以稍微砍一点这个成本 把这个成本移到这个主驾驶那块 就造成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个 这个脆弱点啊 不过Super这一点倒是没问题 还有什么别的安全上的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讲到 就是iSight 那我有许多客人就是说 其他品牌也是有做这种 像是pre-collusion的那种测试 但是iSight是2013年第一款出来的 然后相对来说 你讲是视觉是吧 往前看 对就是往前看 然后自动帮你刹车等等的功能 那他是目前在市场上 其实一个是最sensitive 就是response最快的 就反应是最快的 好处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避免我追尾撞车吗 对那我讲一下 就是好比说前方有路障啊 监测器啊 可以避免就是说 前面就是那种追尾前面的车 然后还有他在那种 比如说这样塞车啊 走走停停的 比较容易发生碰撞是特别有效的 OK 就是我反应不及 他能帮我 这个iSight 这个眼光可以帮我是吧 对的 然后戴两个小眼睛 OK 性能方面怎么样呢 性能的话 跟其他品牌最大不同的 就是在于四轮驱动嘛 那很多就是客人 就是想要去Taho的话 他们第一个就是会 想到Subaru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去Taho的时候 你上去到雪上面 就看到全部的车都是Subaru 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像是Toyota 还有Honda 他们本身设计方面 都是以前轮驱动为主 那我之前也讲过好几次 像Subaru本身设计 我们所有的车 除了一款BRZ 其他的车 都是以全14轮驱动 去设计出来的 那相较之下 Subaru所能提供的性能 还有那个 全14轮驱动的抓地力 都是比其他日本品牌 还要好的 我们问一下这个华人 其实最终还是关心这一点 就是保值方面 这Subaru的保值性怎么样 对过去几年 那Toyota和Honda 大家都觉得 特别保值啊 等等 但是你现在 如果你稍微有点时间 去看一下 那个二手市场 现在Toyota和Honda 他们都是跌得特别厉害 然后再加上 就是我们要提到KBB 我想信很多听众的朋友 都听过KBB 那每年 KBB都会评价出 最保值的品牌 那过去几年 都是Honda 但是去年在Subaru 就是2016年的时候 融灯KBB最保值车辆大奖 那Subaru再能拿下来 那种最保值车辆的 就是最保值 比起Honda来讲 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确实是有点 后来居上 Value Retention 好 好 那我们说一下 那你们这个Fremont的Subaru 跟其他的店比起来 是怎么样一个 Fremont也冒一个数量 有什么优势呢 那FremontSubaru 就是说 Fremont的location 华人比较多 那我们的宗旨 就是希望能帮助 华人的民众 那就是 我们有好多民众 就是在Fremont 就是听众 在Fremont这边买了车 那他们第一个赞赏 就是我们的服务 还有专业品质 那我这边是要再强调 那最后还是要感谢 我们的店长Jason 他是一个华人 然后还有我们的华人团队 所以我们有这个华人团队 那就是希望以 母语的方式 去帮助这边的人 然后看看 就是说 能不能帮你 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去购买辆车 所以除了这个店长 是华人Jason之外 还有五位华人销售是吧 对 还有五位 包括我 然后我们还有五位华人销售 比较贴心是吧 对我们华人比较贴心 不一样 华人销售团队很强 那王斌杰呢 就说就叫做 Memorial Day Weekend 对我们的Memorial Weekend 那就是 当然就是说 这是一个买车最好的weekend 对 绝对不要等 你不要说你六月份在买 就是这个weekend 拿到的优惠是最好的 那我们现在有提供 什么优惠呢 那第一个 我们还是有提供零运率 然后我们在Fremont Subaru 也是有进行一个促销 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 好比如说你现在要立即一台车 我们就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最顶配的 Outback Limited 王斌杰特价 王斌杰特价